但是它整体会比预帅17来的更加的软弹一些 今天跟这边聊了这双预帅18 整体它这个鞋型和预帅Ultra还是有些相似 可以制作为预帅Ultra的剪板 鞋面它就采用了这种纱线织物的鞋面 然后鞋带从这里它也做了很多这种特殊的绑定 整体的鞋舌还是挺薄的 就薄薄的这一层 鞋舌上会写着第18代 然后也会介绍一下预帅的历史 然后后跟部位会有一个超大的TPU 中底就是全掌的Bone材料 然后在前掌部位它是做了一个类似于全包 只是在内侧做了一些开口 然后后跟它几乎是处于一个卤露的状态 这踩上去后跟的脚板还是不错的 然后中足的这个SAS的稳定系统 这个TPU抗几片 外底前掌用的就是GCU 后掌用的就是熔耐膜橡胶外底 卢卡2代算是我近期最喜欢的球 整双鞋出奇的稳定 并且在你穿开之后 它整个FOMULA泡棉给你带来的这种 韧弹的脚感还是非常舒适的 大家可以上拼多多搜速跑运动最低5开即可入手 同样这双莫兰特一代也是我非常喜欢的球鞋之一 它整体前面包裹性非常之强 而且前掌的zoom也非常的澎湃 再加上整体加宽的外底 使得这双鞋出奇的稳定 大家也可以上拼多多搜耐克莫兰特一代最低5开即可入手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这双预帅18的上脚 整双鞋上脚之后 后跟的软度还是非常明显 然后鞋面它整起鞋楦做的适中 然后在弯折的时候也丝毫不会去卡你的脚背 终极的整体还是保留了预帅系列一贯的这种稳定的脚感 但是它整体会比预帅17来的更加的软弹一些 然后前掌改为了GCU之后 基本上也是说停就停 但是我本人不是太喜欢这种中高汪 我还是比较喜欢偏低帮的设计 再加上这双鞋才发射 我建议大家可以稍微再等一等 适配人群方面 这双鞋适配的人群还是挺广 除非你有那种极致的需求 比如说你是后卫要那种极致的贴地 缓震它是够的 它不够轻质灵活贴地 大家也可以上苹果多搜 蓬城运动专营店 最低7开即可入手 那么这期视频上这个答案也聊到这里 如果大家没关系这双鞋的问题 或者其他学会的问题 都可以在下方评论 可以直接私用我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谢谢